Hello,大家好,我是DH的星河顧問Karen 今天很開心,可以在這個頻道 跟大家分享一些去英國生活和讀書的趣事 我記得我初到劍橋的時候 我在市中心發現了一件,我覺得幾意想不到的動物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牛 為什麼劍橋會有牛在市中心出現呢? 其實就要看看劍橋的歷史 其實幾百年前的時候 劍橋的人發現 其實當地的土壤是有點潮濕 不適合耕作 所以就開始以木牛為生 流傳到幾百年後的今日 依然還是有木牛人的存在 所以當你在劍橋的市中心遊走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在Kings College前面的草地 又或者是Ripper Camp兩邊的河畔 你也可能會發現到有些牛偶的蹤影 因為可能我本身很喜歡牛 所以我每次看到牛牛都會覺得很興奮 我覺得Kings are friends not food 除此之外 牛也有很好的好處 第一就是帶來了一個生物多樣性 帶有diversity 另一件事就是 幫忙當地人處理收縮草地的問題 因為牛是會吃草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好 每次看到劍橋的牛牛 我都覺得很興奮 希望接下來去劍橋讀書的同學 都有機會可以看到這些牛牛 幫我說個Hello 好了 今天先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對英國升學有興趣 或者有什麼問題 我建議你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like我們 還有留言給我 我會回覆你的 好了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